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北新闻网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 日本美兵亭和石门地区 缔结为姐妹室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在去年已经届满了30周年 不过今年美兵亭长 确定不再竞选连任 也为20年来的亭长生涯 划下了据点 所以在今天亭长一行人 专程来到石门向区长道别 地方区长则是感谢日本亭长 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为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新北市石门区 与日本美兵亭地区姐妹室 去年满30周年 今年美兵亭长 确定不再竞选连任 为20年的美兵亭长 生涯划下据点 今天厅长一行人 来到石门区 要来与相处20年的伙伴们道别 也拍下毕业照 还带来了以美兵亭 为背景的电影 要与大家来分享 作为道别的礼物 而石门区长也相当感谢 美兵亭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根据我的了解 我们三国阴障 即将有更好的人生规划 应该是在今年的三月间 就要卸任 不再连任 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刻 来到我们石门 真的是非常的欢喜 回顾这20年来 虽然我们台湾跟日本 没有正式的邦交 但是我们三国厅长 可以说在这段时间 不断致力于我们双方的民间 跟文教的交流 非常深厚的友谊 而且奠定了互信 跟互助的稳固的基础 每两年一次双方交流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今天工作同仁热烈 欢迎美币厅长一行人的到来 在自欢迎辞职之前 双方也交换伴手礼 也在自识时纷纷提到 不论未来如何 身后的友谊 要持续下去不简短 那丁长对于双方之间的 彼此的友谊 针对这个友谊 他非常的珍惜 因此他虽然人很少来台湾 但是他在日本 他也会去跟大阪的 经济文化办事处 或是东京经济文化办事处 甚至是文化局 他可以碰得到的 台湾的官方人员 他都会去跟他们说明 这个彼此之间交流的情况 希望他们能够 极力地给予最大的支持 那之前呢 是这个纪念的时候 种了这个樱花 那去年呢 是种了这个杜鹃 那希望不管是 什么人来到这边 看到了这两株 都能够回 都能够 不会忘记石门 跟美兵的这个友谊 美兵厅长今天特别 带来以美兵厅 为拍摄背景的 樱花开乐 要来跟石门的大家分享 也想起十年前 在石门公所种下的 樱花树 象征友谊长存 希望透过影片 以及樱花树 可以让石门的好朋友 对于美兵厅 更加的印象深刻 双方的情谊 也可以更加的 绵长持久 记者拉平函 石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